每日神话 你信神追求真理 以至于你的做人都应从实际出发 一切面对现实 不应追求那些缥缈虚无的东西 这样做人并无价值 更无一点人生的意义 因为你的追求你的人生 只是在虚妄中度过 只是在欺骗中度过 你不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你得着的 竟是真理以外的谬理与道理 这些与你生存的意义价值 毫无一点关系 只能将你带入虚空的境地之中 这样你的一生将会毫无价值 又无意义 你不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那你就是空度百岁 这样的一生 怎能称得起人生呢? 这不是名副其实的畜生吗? 同样 你们追求走信神的道路 却并不追求看得见的神 而是崇拜看不见摸不着的神 这样的追求 不更是枉费心机吗? 到头来 你的追求成了一堆废墟 这样的追求 对你来说 又有何益处呢? 人最大的难处 就是装爱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又是神乎其神的 而且又是人难以想象的 凡人根本没法达到的东西 越是这样不现实的东西 人越加以分析 甚至人不顾一切地来追求 妄想得到它 越是这样不现实的东西 人越仔细推敲分析 甚至严密构思 相反 越是现实的东西 人越是不屑一顾 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 甚至给予藐视的态度 你们对我今天的现实的做工 不正是如此的态度吗? 越是这样现实的东西 你们越是歧视 根本不给这些现实的东西 留有一点考察余地 干脆都是置之不理 对这些现实的低标准的要求 你们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 甚至对最实际的神 你们也是观念重重 根本没法接受 他的实际与正常 那你们的信 不都是在渺茫之中吗? 以往渺茫的神 你们信得稳如泰山 如今对实际的神 你们却并不感兴趣 这不就是因为 昨天的神与今天的神 是两个世纪的神吗? 不也因为 昨天的神是高大的天上的神 而今天的神 是渺小的地上的人吗? 不更因为 人所崇拜的神 是人观念中产生的神 而今天的神 是从地上产生的 实际的肉身吗? 说到底 不就是因为 今天的神太现实了 而人才不追求的吗? 因为今天的神 让人做的 恰恰是人最不愿意做的 也是人难为情的 这不是难为人吗? 这不是专接人的伤疤吗? 这样 许多人 不追求现实的神 实际的神 就成了 道成肉身的神的仇敌 即成了敌基督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以往神未道成肉身 或许你只是宗教人士 也或许你是虔诚的信徒 而当神道成肉身之后 许多虔诚的信徒 不知不觉 成了敌基督 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你信神 不讲现实 不追求真理 而是讲究虚妄 这不就是你成为道成肉身之神的仇敌的最明显根源吗? 道成肉身的神称为基督 凡不相信神道成肉身的不就是敌基督吗? 那你信的 你所爱的 真是这一位在入身中的神吗? 真是这个活生生的最讲现实的 正常的出奇的神吗? 你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天上还是地上? 是观念还是真理? 是神还是先? 其实 真理也就是最实际的 而且是人类最高的人生格言 因为是神对人提出的要求 而且是神自己亲自做的工作 所以称之为人生格言 这格言不是总结出来的 也不是伟人的名言 而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向人类的发声 不是人如何总结而有的语言 而是神原有的生命 所以说称为最高的人生格言 人追求实行真理 就是尽自己的本分 也就是追求满足神的要求 这要求的实质 就是最现实的真理 而不是空洞的 无人能达到的道理 你的追求中 若是充满道理 而没有一点现实 那你不就是背逆真理的人吗 这不就是反攻真理的人吗 这样的人 怎么能是追求爱神的人呢 这些没有实际的人 都是背叛真理的人 都是天性背逆的人 神经病人 是最爱的 神经病人 感谢观看